嗨,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Jack 麻屋子,红杖子,里面住个白胖子 您猜的没错,它就是花生 花生是我们平常常见的食物 但是,您真正了解它吗? 它有哪些功效? 怎样吃最健康? 有哪些需要注意事项呢? 今天请大家认真看完 您所有想要知道的答案都在这里 有第一次来我频道的朋友 我的频道专注于分享 食用有效的健康知识与方法 重点是食用和健康 好,下面我们正式开始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花生的营养价值 花生含有高蛋白、脂肪及少量的碳水化合物 常吃为我们日常的劳动学习 提供能量保证 第二,花生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对吸引脑血管有健康促进作用 可以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生率 第三,常吃花生可以保护胃粘膜 且增强胃的饱腹感 适合于减肥的人群少量服用 第四,花生有缓解便秘的作用 因为其中含有膳食纤维 可以润肠通便 五,花生含有维生素B组比较高 常吃可以预防口腔溃疡 生花生、熟花生的营养价值其实差不多 研究发现每100克生花生 比熟花生的营养价值会高一点点 中医认为花生性贫、胃肝 有醒皮合胃、润肺化痰的作用 很多人不知道 花生衣就是花生外面包的一层皮 可以单独入药 吃花生最好连花生衣一起吃下 花生衣有提高身体造血的功能 还有止血的功效 对女性的月经过多 及贫血有改善缓解的作用 吃花生的方法也有很多 在中国最建议的是水煮花生 油炸花生亦少吃 因为油炸的过程中会损伤花生的营养价值 且不离于胃肠的吸收 那么服用花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首先如果对花生过敏的朋友 千万不要服用 严重的过敏可能危及生命 另外如果发现花生有发霉或者味道变苦 也不要服用 因为其中含有的黄曲霉素是强烈的致癌物 另外如果有痛风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不要食用花生 因为花生属于高瓢龄的食物 可以加重痛风 好下面呢我们到了妙招分享时间 醋和花生属于天仙配 醋泡花生有清热活血的功效 长期食用可以降血压软化血管 有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 那么做法也非常简单 在花生里面倒入陈醋 醋要没过花生 放在密闭的容器中 一周就可以食用了 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一点蜂蜜 每天服用五到十颗就可以了 这么好的方法赶快收藏转发起来吧 我是Jack 用心分享健康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拜拜